早晨,歡迎收看 星期早上播出球迷世界節目 節目開始 我們首先播映今屆足總盤決賽賽事 由東聯二俠對漁園 會觀足總盤的歷史 漁園從未贏過這項錦標 球隊的立場致意 亦希望繼贏首階段聯賽冠軍之後 再奪另一項冠軍的榮譽 至於東聯二俠只是短短三年的甲組經驗 但有機會打決賽 當然希望作零的突破 結果如何? 我們一同去球場找答案 東聯二俠先擊敗神禧 再擊敗南華晉身決賽 而漁園分別擊敗流浪和輝瑞通 同樣是晉身去到決賽 比賽當日安排了大球場進行 陽光普照 對於東聯二俠來說少少吃虧 因為他們的球員今屆從未打過大球場 相反漁園他們的球隊打大量之餘 很多球員香港隊代表都有大球場踢過 一開始後漁園立刻操縱大局 在26分鐘,巴古沙在右手邊過人的突破 打開了紀錄 這場波東聯二俠上半場主守 收起落地和有傷的王志強 整個上半場基本上都是淡打的 沒多久之後 建功巴古沙再傳給似乎有月威延的湯尾 再建一攻2比0 相距他們打開紀錄時間只不過是3分鐘 庞正的曹中場當時沒有舉旗 球證也相信他,執法球證來自日本 下半場,看看圓圓這次的攻勢又如何 又是9和10號的組合 巴古沙斬給湯尾,頂成是3比0 下半場開球之後的7分鐘 這場的決賽應該遠是毫無疑問 會穩奪足總盃的冠軍 似乎東聯二俠的防守完全陷於崩潰 你看看這個湯尾比堂炸彈厲害 又有腳法又有鎮定 射到4比0,湯尾已經連中三年了 接著按住離棲 看看這個湯尾又如何,在右手邊 斬斬過來中間 到你製造是巴古沙一次頭長 都回你的機會,頂上遊戲 大勝到5比0 撿斗這麼撿,想不到在這場決賽裡面 你看看林大輝多輕鬆 5球當然輕鬆,又來了,湯尾 扣幾球,又扣,又扣,又擺紅 在6比0,湯尾一個陰,就是4球 現在為止湯尾4球,巴古沙2球 兩個人包辦了6個入球 好,看這次怎麼樣,李偉文 張宴慧,沒有 球證,日本籍的球證是禁堂正之旗 對,他說我看清楚,沒有餘味的 這個球證是禁堂正之旗 容許李偉文單刀射入這個球 七個武皮,贏到 慘了,陳家琦已經撿了七次球了 陳家琦… 他走出來,給你後備守門的梁卓長 玩一下,誰知道進來幾分鐘 出了禁區,用手給球證趕出場 好,看看這個罰球竟還輸了 這個罰球,輸了之下也沒關係 只是1比7的紀錄而已 在漁園場有6球球在手 擱著漁園就沒有守門 要調就是李偉文和守門 這個球,李偉文始終不是守門 手撥不到,這個球比屈審是挺多 結果這場球就是漁園以7比2的紀錄 是大勝而跌得今屆竹總盃的決定 上星期,東聯宜合和漁園 在竹總盃的決賽中碰過頭 接下來,這兩支球隊又在聯賽再度相遇 第一次打入決賽的東聯宜合 始終對大敗2比7的紀錄 耿耿耳懷 所以球員非常珍惜這次可以報仇的機會 其實雙方還有機會爭取次階段聯賽冠軍 特別是漁園如果贏了次階段冠軍 就無需打總決賽 戰情相當激烈 而球證也擔得一個重要的角色